两岸领导人将于11月7号在新加坡会面 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 历史性马席会将登场 大欧央视几乎节节头条报道 还特别以半小时节目邀请台湾资深主播对谈 现在应该是时机成熟了 但是相对的这个时机点对台湾恐怕是敏感的 那么在两岸两位领导人正式会面的这个星期六 就是11月7号 别忘了距离台湾大选倒数剩下最后的69天 卢秀芳分析 虽然台湾政坛学界难免壁垒分明 泛蓝阵营认为马席会是加分的 反对阵营却质疑决策过程不透明 但多数人都能理性看待 大家可以这个理性客观的看待这次会面 因为大家都体会到了 这确实是两岸历史性的一刻 通过这个领导人的会面 建立正式的对话机制 那么可以说是两岸的交流来到一个新的高度 两岸分治66年 领导人首度会面 尽管不签任何协议 不发表联合声明 已经震撼国际 马席会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 记者综合报道